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0年3月24日 我们继续闲砍赴美生子 今天早上上班,又照例看了一下 美领馆有没有新放出没签档期 不出意料的呢,还是没有啊 可能是美国疫情也处于爆发期间啊 他们美领馆那边也没什么心情 接收新的预约申请吧 那现在看来呢,现阶段 唯一可行的救命稻草呢 就是加签,加拿大签证了 可能大家对于加签是否能够申请 是否还在审批 是否呢,还有档期等等这些信息啊 还不是十分清楚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想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情况 首先呢,我们在加签申请的官网 VFS的首页 可以看到,从3月9日开始 就已经可以受理前往签证中心录指纹了 前提呢,是你已经预约好了录指纹的档期 并且呢,并且已经有了生物识别指导信 这个生物识别指导信是什么东西呢 是要你在提交完加签的网申以后 才会收到的 就是说你要先提交加签的申请 然后才会拿到这个生物识别指导信 所谓网申呢,就是指你直接在网上提交加签的申请表 和其他所有的附属资料啊 而不是去提交指质的资料 加签申请呢,有两个渠道 一个就是网申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前往VFS的签证申请中心 提交指质资料的 那现阶段呢,我们都是提交网申的 所以呢,你准备好所有的个人信息 个人的材料 比如说像存款单啊 银行流水啊 学历证明啊 在职证明啊 房本,车本之类的 就可以提交申请了 那拿到了生物识别指导信以后 就可以预约录指纹了 约录指纹呢 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不是说你想约就能约的 可能以前还是比较简单 但是现在呢 VFS啊 就现在像跟挤牙膏一样的 不定期的呢 会放一点这个档期出来 每天录指纹的人也不会太多 他要控制这个人流量 以免有这个风险啊 所以说呢 这个录指纹你得去秒杀 而且呢 他这个日期时间也没什么太多的选择 基本上有什么呢 就得约什么 那等到录完指纹以后 加领馆把你的指纹收进去 把你的加签申请收进去 才会正式进入审核状态 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 会审核通过 然后呢 你就把你的护照寄过去 贴签就可以了 看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对吧 前期呢 也不需要占用你的护照的 只有在最后一步贴签环节呢 才会需要你递交你的护照元件 也就占用不了很长的时间啊 有可能有的小伙伴会需要这个护照的啊 所以说他只需要占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另外呢 很多小伙伴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的加签审批速度啊 是否会变慢了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很明显 审批的速度呢 肯定是会受疫情影响的 这一点呢 在加拿大政府官网上 也是如实阐述了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是基本表达的呢 就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尽力尽快审批的 但是呢 你们就申请人啊 也不要太着急了 现在呢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就互相理解吧 所以说呢 速度是会受一定的影响的 大家也要需要有一些耐心啊 另外一个问题 可能纠结要不要现在递交申请的 就是说现在申请加签 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 但是确实很难回答 那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你今年内 就是在2020年年内 有去加拿大的需求的话 那就一秒钟也别犹豫了 赶紧申请 毕竟呢 考虑到审批速度它变慢 然后呢 疫情发展的趋势 我们也未知啊 不知道将来是会有进入拐点 还是说会继续大爆发 谁也不知道 这个加签的申请窗口 什么时候就有可能关闭了 毕竟呢 加拿大是有一刀切的 这个光荣传统的啊 就是前面大家也知道 大批的加拿大移民申请的 都能够一刀切作废的 这个加拿大政府 它如果断然叫停 这个非移民签证申请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我个人觉得趁着还有机会啊 就赶紧去申请吧 早一天呢 就有早一天的机会 晚一天呢 就有晚一天的风险 那如果你是无所谓的 就是抱着一种急游的目的啊 就想入手一个十年加签的 那确实不用着急 等到疫情缓解了 甚至呢 等到明年再申请 也未尝不可 那说到这里呢 可能有的小伙伴 就要来泼凉水了啊 加拿大现在都禁止 非公民和非绿卡持有人入境了 你在这边说半天 申请签证有什么用啊 即使拿到了加签 你也进不去啊 那确实呢 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呢 谁知道这个入境禁令 什么时候会开放呢 现在呢 加拿大其实已经有所松动了啊 那允许学生签证和公签 是能够入境的 那谁也不知道 过个十天半个月 说不定为了本国经济的振兴啊 他会允许旅游签入境 其实也未可知的 那个时候呢 如果你手里有加签的话 就可以火速订机票 火速入境了 那如果手里没有签证呢 然后得到消息 再去折腾申请加签 一大圈下来呢 可能黄花菜都凉了 毕竟呢 2020年对于拖延症患者来说 是极其不友好和打脸的一年 那我来例数一下啊 赴美生子成事前呢 也是说停就停了 美国入境呢 说关就关了 日本入境呢 说关也就关了 各种股票 债券 基金什么的 说暴跌就暴跌了 你如果不割肉 赶紧逃出来呢 你就只能看着它 继续一个跌停板 一个跌停板的往下走 泰国 马来西亚的入境呢 也是说关就关了 加拿大呢 也是说禁止入境 就禁止了 美加 美墨边境呢 也是说封就封了 除非你有这个 非常充足的理由 否则 从美加和美墨 两边的边境呢 都是双向禁止入境的 那阿联酋呢 也是说封国 就封国了 应该是从3月23日开始 就封国了 停止所有的 出入境的航班了 综上呢 今年的形势啊 等待可能是 最不明智的一个选择 赶紧行动才是上策 那无数在 翘首以待 美国开通中美之行 美国开放入境的小伙伴呢 已经在无尽的蹉跎当中 耗光了耐心和希望 那希望加迁 这条谨慎的路呢 不要也错过了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聊 大家好 罗宾大叔可以提供 如下的收费服务 包括赴美生子咨询 赴美生子签证代办 美国十年旅游签代办 附加生子咨询 加拿大十年旅游签代办 还有日本投资购房咨询 自住 出租 接客 海外资产配置的上家选择 以及日本自由行私人定制服务 另外呢 还有瓦努阿图绿卡移民代理服务 足不出户 可以办理瓦努阿图的绿卡 度假休闲 养老 商务出行 皆可满足 也可以办理瓦努阿图入籍 也就是拿护照的移民代理服务 身份规划 海外资产配置 全球免税身份 免签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待遇 您也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82747970 82747970 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详情 添加时请主动告知 获知渠道和所需咨询的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